再下去我们讲第二种的黄斑病变 有些病人说糖尿上眼医生是不是说错了 我想听黄斑病变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糖尿上眼都可以影响黄斑点 什么叫糖尿上眼 我们看眼底的相片 我们说正常有些血管在眼底 提供眼睛的养分 但是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的血管会比较脆弱 他可以有一些滲流 譬如是一些血 蛋白 或者是一些水 你想到了我们说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上眼可以完全没有病症 所以通常我们说有糖尿的病人都建议定期要检查眼睛 看看有没有糖尿上眼 你想到了因为就算有滲流也好 其实病人可能是完全没有病症的 到病人发现的时候通常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增生了一些坏的血管 可能这些坏的血管 我们说比正常的血管是不同的 它是很脆弱的 而且你看到它弯弯曲曲很幼的 有时这些血管可能轻轻撞一撞 或者有时没什么原因 它都可以突然间冲着血的令到眼球 所以有时糖尿病人突然间看不到东西才懂得去看医生 就已经是会比较后期或者严重一点的糖尿上眼了 甚至再严重可以引发青光眼 视网膜脱落 甚至可以失明 所以我们不希望糖尿病人 糖尿上眼去到那么后期才看医生 因为如果你早点看医生 治疗和疗效也会差很远 那你说 那怎样影响黄斑点医生 那你想到了如果那个滲漏的位置 刚刚在我们中央看医生的黄斑区域那里 那就和其他的黄斑病一样了 那个表征可能都是看医生 比如模糊中间 变形 重影 整个孔 所以和其他的黄斑病表征都是差不多的 那你说怎样医生 那我们说治标又要治本了 那就是说除了你治疗眼的方面 糖尿一定要控制好 那戒口 做运动 戒烟 这些必要的了 那糖尿那方面也要跟医生的指示 去吃药 或者打针 去控制糖尿 那有时有些病人他会觉得很灰心 他说 医生我明明血糖已经很好了 为何眼睛好像都一样 那因为其实研究都发现了 糖尿控制好也好 眼睛都要两三年才可以稳定 所以千万不要急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控制 因为是一个比较慢性的病 但是如果我们说好好控制的话 眼睛一定会稳定下来 如果糖尿已经有上眼了 那怎样处理呢 治疗分开几大类 激光 打针 或者做手术 那你说如果糖尿引起了一个黄斑水肿的话 那怎样治疗呢 那其实跟刚才的老年黄斑病有点似的 传统的都是做激光 但是其实现在无论欧洲或者美国 第一线的治疗应该都是打针入眼的了 因为如果传统的激光来说 跟刚才那个老年黄斑病一样 俗语讲又是不差当好 因为激光封住滲流位的时候 无可避免旁边正常的感光细胞都有机会受损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感光细胞都密集了在这个黄斑区域 那打针入眼呢 跟刚才我们说医老年黄斑病的针药一样 都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那也是啦 我们说本来真的用来医老年黄斑病这个药 发现原来用来医糖尿上眼的黄斑水肿的 那个疗效更加好的 那传统激光不差就当好 但是打针入眼的话 我们说有七成的病人 视力是有机会提升的 所以基本上第一线的治疗 都是比较倾向打针入眼 都是一个疗程三针的 通常每个月一针 再看看之后的疗效如何 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但如果你说不是医生 我已经很后期的了 一开始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糖尿上眼 那没办法了 譬如真的生了一些坏血管 可能我们都要做一个整体性的激光治疗 所以就不希望拖到太迟才来看医生 甚至你严重到眼球里面已经出了血 或者是视网膜脱落了的话 那就要做一些大手术 是一个视网膜的手术 虽然我们说现在手术相对先进了很多 都有微创的方法 甚至可以去到不用逢针 但虽然先进了这么多 我们都不希望病人拖到这么迟才来看医生 虽然说手术成功率高了 但都是病向前中医会简单一些 当然也是一定要控制好糖尿 如果不是眼部方面 我帮你做多少治疗都好 如果糖尿控制不好的话 都有机会复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